大家好我是阿天 那先鋒服的全球錦標賽已經開始了 那是為期兩週的時間 那這一次他的 怎麼講呢 戰場的效果也跟上次不一樣 這一次叫做紫歌盟約 然後前20秒 不能使用必殺技 有點像是打這個三眼BOSS 然後呢每個英雄 最多釋放兩次必殺技 是指前20秒 不對不對 前20秒就不能釋放必殺技了 然後呢每個英雄最多釋放兩次 不是說20秒之內只能釋放兩次 所以說這個的話呢 就是無法一直使用必殺技 那再來就是 戰鬥中每3秒會 每3秒會損血 所以說 補血就變得比較重要 續航力嘛 然後呢 第三個就跟第二個有關係囉 受到治療的時候呢 會同時獲得等同於治療30%的護盾 持續3秒鐘 那如果說補血量是用這個 生命百分比去計算的話 欸那這樣子護盾量就還滿足齁 對方如果說沒有上補師的話 哇那等於說他們每3秒就不斷的損血 那這個我方如果說補血的話齁 不只是補血然後同時又要獲得護盾齁 那重點是前20秒不能使用必殺技 而且每個英雄在這個剩下的70秒後 就是99-20嘛 那就只能再釋放兩次必殺技而已齁 這個獎勵的部分齁 賽季獎勵齁 我們看一下齁有沒有一個 有沒有一個這個總列表 啊剛剛跳過齁 好那我們就一個個看吧齁 我們就前面都直接跳過齁 因為前面應該是沒有什麼難度 在調整了這個爬分的機制之後呢 應該大家進入大師這個養老不會太困難齁 好那這個大師跟傳奇的獎勵 依舊是一樣齁 有3個T4 然後20個占星抽 然後10個這個單抽券選擇箱齁 那應該就是無腦選擇這個普通招援券吧 因為種族抽他 他又不會有機率抽出神魔角色跟這個XP的英雄齁 好然後呢這個傳奇的段位齁 有2000個名額 那這個傳奇段位齁 傳奇的這個段位呢 影響的是這個積分齁 積分就是慢慢換框 以及這個文章齁 徽章齁 好那我們來一鍵領取齁 我現在的這一個位置 是在這個 白銀嗎 白銀1齁齁 好我們來看一下齁 哇這個是看一下喔 打得贏嗎 請下 有機會有機會齁 看一下齁 然後 我的角色是怎麼樣設定齁 忘記了 因為現在我們有點隨便擺 那這一次還有這一個 這個 怎麼講 魔靈的幫助齁 好 隨便擺一下齁 然後呢這個的話 我擺個什麼 埃琪歐齁齁 這個樣子 呃 然後一定要擺個魔靈齁 魔靈上去 這樣子 呃 靈獸啦 獸靈啦 好然後呢 這一對 這一對的話 我們就來個東猴女士吧 這樣子 隨便擺 這樣子 OK 好來了 好 就這個樣子齁 我們看一下齁 會慢慢的損血嗎 呃 太快結束了太快結束了 看不出來齁 我方不能開大 唉唷 梅林可以開大喔 唉唷 唉唷 稍等一下 稍等一下 老婆的那個索機箱 準備要接女兒 好 唉唷 這個開場的時候 唉唷 為什麼可以開大 唉唷 為什麼 唉唷可以開大啊 唉唷 這個是為什麼 稍等一下喔 阿不是不能開大 唉唷 對不起對不起對不起 僅在鑽石級以上聯賽生效啦 唉唷 沒有注意這一個齁 所以說呢 我現在前面是不受這一個影響 只有在鑽石以上這個聯賽齁 也就是大師跟傳奇都會受到這一個 戰場效果的影響 好 那呃 再來呢 再看一下這個爭斷靠靠賞令 這個地方呢 看來是有點Bug 沒有顯示 不過呢 這應該跟什麼 現在幾乎每一個小機制 都會有這樣子的東西 反正是付大概台幣450塊錢 然後解鎖一些其他東西啊 什麼金盒金碎啊 占星抽啊 還是時光輝劍啊 之類的喔 好那我們再來爬一下喔 好14A 反正前面無腦爬 好 分數獲得比較多齁 然後呢 同時你在低階的時候 扣分也會比較少 應該是 在我們看一下喔 唉唷 我先把它買滿喔 每天每天買一點齁 買到30鑽差不多 30鑽 最上限就是100了 這裡 挑戰者的鼓舞齁 我現在的階段 階位是在白銀齁 那越前面的話齁 給予的這一個 怎麼講呢 鼓舞越高齁 也就是說呢 你在越前面的這個階段齁 你打輸扣的分數比較少 打贏分數就會獲得比較多 所以你就可以比較 不用擔心齁 就是能刷盡量刷齁 那我們來看一下齁 如果打輸扣多少齁 我現在打了這個是103的對手 唉唷 這個是造型耶齁 還是獲勝了齁 還是獲勝了 我們就挑一些高手打齁 這個打贏是76分 還是獲勝了 這樣子 那我現在到了黃金 剛剛是70%嘛對不對 現在變50%了齁 我們就挑 挑強的打 這個我應該打不贏齁 292 這樣子 打輸了 只有扣5分而已齁 這麼划算齁 那我打這個 135分 啊獲勝了 爽啦爽啦 打贏加130 打輸扣5分 這個樣子 所以大家都好爬齁 OK 再打一下 我又上去了 龍竹遠真金 唉唷 這個等級比我高 所以閉著眼睛亂打 好 好 再繼續 唉唷 這邊有個18M的齁 18M的話 這個應該是戰力碾 碾壓 唉 我們除了攻擊之外 不要忘記防守了 防守 我還是用舊的隊伍吧 唉真的是耶 好 等一下喔 不好意思齁 不大會排齁 這個歡迎大家留言建議齁 為擁有神器 這期下面義書 啊 這什麼意思 什麼叫未擁有神器 啊哪咧 唉 這個點擊是不是怪怪的 我不能從這邊下去喔 啊 等一下等一下 我把這個打開了啦 所以這個不能打開 好 有一點怪怪的 沒關係 OK 換一下換一下齁 這個先鋒符就是這麼輕鬆喔 希望這個這個怎麼講 劍遠真2之後呢 大家都去劍遠真 然後呢 這個劍遠真1代呢 就跟現在的先鋒符一樣冷冷清清的 啊那這樣子我就太輕鬆了 哈哈 我我不會氣坑啦齁 那我是希望有一天這樣 這樣這個劍遠衣可以 可以這個樣子 啊這樣子我打起來就 就舒服多了齁 隨便爬 這個 這個什麼那個什麼 呃 詛咒夢境都是 都是可以到這個前一趴 爽爽領這個時光灰激齁 沒有壓力 不過應該很困難啊 因為連那個小兵兵傳奇啊 就是以前那個刀塔 都還是有人在玩喔 而且 我有加入他的那個粉專 而隨時都有新英雄的更新 那我知道啊 就是像我一樣喔 就是已經玩了 以前啦 以前玩了五六年的玩家 都還在玩喔 連我這個大學同學 哇你已經看 畢業二十幾年喔 欸有二十年嗎 差不多喔 對啊 的同學都還在玩那個什麼 那個小兵兵傳奇喔 而且公會都還是 非常的這個認真喔 什麼 晚上 上禮四禮拜五的九點嗎 就要開始準備爬那個 怎麼講 搶那個競技場的名次喔 那打不贏怎麼辦呢 那我們 我們就這個無腦打神秘人喔 這個打不贏也沒有辦法 欸神秘人爬到上面去喔 32分 欸我記得好像 這個不能像淚火戰機一樣 就是單單靠神秘人爬喔 有有有有 這個有100多分的 可是我記得好像爬到鑽石的時候 神秘人的分數就會變很低了 那淚火戰機的話 真的是可以靠神秘人一路 一路打到這個大師去喔 正在請求數據 請稍後 等一下他在loading喔 我現在在哪邊 欸欸 我人不見耶 是不是有點小bug在這裡 喔唷 都是神秘人了 真的先鋒服真的人很少 其實幾分還可以啦 可是我記得 我那個時候爬到好像 好像 好像 好像鑽石之後呢 就只剩10幾分了 你還是要打玩家才會分數比較多 因為可能神秘人 他的那個分數啊 可能還是跟對方的戰力有一些影響 所以你打低戰力的 雖然說你的勝率高 但是你會獲得分數的基準值會比較低 你看這一個 這一個的話 我應該 這個我打不贏啦 但沒關係喔 我們就輸一下 看看扣幾分 呃 扣了16分齁 那打神秘人 是11分 這個樣子 好了 沒關係啊 這個我覺得全球結尾戰不用急啊 你等別人爬上來之後呢 呃 跟你差不多水平的人爬上來之後呢 你再去 欸 挑戰他們齁 這樣子你獲得的分數會比較高 所以說呢 這個不用像那個烈火戰技一樣齁 在第一天靠神秘人直接爬到大師 因為呢 到後面我記得這個分數會非常非常低喔 我上一次好像這個 先鋒佛祥是想要靠神秘人爬到大師 結果到最後面啊齁 這7分9分齁 這個會 會打到 打到哭出來 因為那個 呃 你上大師要1萬分嘛 齁 你靠這個打一場7分9分 你要打多少場 齁 100-200場 那個太誇張齁 光是買這個券齁 就已經買到手軟了 好啦 那影片就先到這個地方了 謝謝大家觀看 我是阿天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這裡也有每日任務齁